三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行了部队进驻香港之后的首次新装备展示 向香港社会各界展示部队近两年来新列装的武器装备成果 官兵们还现场进行了新装备实弹射击演示 官兵们首先展示一批新进列装驻港部队的空军 装甲 防化和通信指挥等装备 在实弹射击演示中 官兵用轻机枪在快速移动中射击标语板 枪响把路 狙击步枪演示中 由嘉宾指定目标部位 现场考验狙击手的训练素质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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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部位 随后 四重榴弹发射器 反坦克火箭 步兵战车车载武器 单兵防化火箭等重型武器射击纷纷登台亮相 今天我看到的不单是我们的装备完善 还有是一个武器的先进 还有是我们的战事 息气很高 还有是训练有数 距离很好 这个是看得很清楚的是国家对香港的承担 防卫的承担 我很放心 很好 一 二 三 三 五 四 这是特种兵在进行炸药包传递训练 点燃的炸药包在六名战士当中依次传递 考验的是特种兵密切协同配合和心理素质 在猎人战斗训练表演中 特种兵进行了激光模拟对抗射击 模作特技驾驶 通过火杖 扛取原木等多个特种科目的演示 突起吧 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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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起